谢谢彭博士 大家还是要严正以待 今天晚上的风雨要逐渐增强了 那么每年到了中秋节的时候呢 国际慈祭人医年会都会在花莲举行 今年也不例外 已经有来自海外各地的学员 陆续回到了台湾 听着慈祭环保志工的解说 150位来自海外各地的人医会学员 似乎探索到新知 细细聆听志工们 来自平凡工作中的非凡经验 也要把握当下的每一刻 值得学习的亲身体会 马斯基就给我分享了 他说慈祭里面不光有慈善救助 还有人文 还有医疗 还有教育 非常广阔的 因为你们就是在临床上吧 也是相当于一个行善事 你要好好地珍惜这个机会 来了解慈祭 欢迎哦 欢迎回来 环保将的志工们以亲切温暖的问候 让学员们从每一站的参访中 认识了资源回收和再利用的重要性 也见识了大爱感恩科技 如何将再生资源转换为宝 运用在生活当中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有了分担和分享 家人间就能够结成不断 传承真善美也要进化心灵 我们的人文之业做得那么棒 每所做的东西都起到的 进化人心教育社会的功能 除了参访环保战 也来到人文之业中心 对大爱台传播善念 造福人间所肩负的使命 更多了一份敬佩 并且透过这次参访 对慈激致业有了更直接的体验 大爱新闻汤道涮科兴志 台北报道